OK这一课我们来讲一下 有什么呢 叫做pthook的原理 大家都知道在Windows64以下 Windows增加了一个patchguard 为了防止你这个驱动去修改内核代码 进行一些敏感操作 它会阻止你去修改内核代码 可以大家想一下 会有就是我在修改内核代码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会我修改我一个进程的内核代码 为什么会影响前级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 其实这个是很简单的 大家知道在D256个PMR4E里面 它保存的是用户空间的 所以每个进程 DPMR4E256个 它们都是不尽相同的 当然也有可能相同 可能是共享内存啥的 但是高256个 它们一般来说都是相同的 有个别不同 因为每个进程内核空间也是有不同的 但是这个不同比较少 我们先忽略不计 大部分都是内核代码 所以它想要实现你一个进程修改 一个PTE的里面的这个物理地址就会影响全局 它到底是怎么干的呢 它就是把高256个PMR4E全都修改成相同的 每个进程都相同 这样就会导致我在修改我一个物理内层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这个PTE 但这个PTE属于这个PD 异地里面的也会影响到这个PTE 这个PTE是PTPTE 指向的这个PTP表 那也会影响到这个最终层层影响 它最后会影响到这个PMR4E-N 那也就是说我只要修改一个进程里面的某个数据 那就会影响全局的 这就是全局影响的原因 但是假如我们可以隔离这个页表 那是不是说我们只修改修改这个进程 那就会只真的只修改这个进程的内核代码 而不会影响到其他进程的内核代码呢 当然是可以的 我们具体怎么隔离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 刚才我说的 我们是不是只修改这个PTE就可以了呢 大家想一下 肯定是不行的 为什么呢 要知道我们所有进程的PMR4E 高256个都是一样的 你只修改一个PTE 给它替换过去 那所有的进程的PTE PTE这个PT表都是会影响的 因此你到回头 你修改一个进程的 它的内核代码也是会影响全局的 但是假如我们从PMR4E 也就是CR3指向的PMR4T表中 只替换中一个表象 只替换它 比如它原来是PMR4E-N 那我们只替换中PMR4E-M 这个时候就是真正的 把内核空间代码 内核空间代码 与自己进程 与其他进程相隔离了 这个就是PTE呼吸的原理 当然呢 我们PTE PMR4E 它是 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指针 它指向的是PTE PD表 当然我们指向下一集 这个PTE表 你说是不是我们新建的PMR4E 要把这个PTE表 再重新弄一个新的呢 当然是要搞一个新的了 不可能指向原来的 对吧 如果再指向原来的 我们修改PTE PTE的时候 还是会影响全局的 所以我们的策略是 申请一块4KB的内存 来伪造一个假的PTE PTE表 但是呢这个伪造的 这个假的PTE表 它的是不是大部分数据 都和原来的一样 大家想一下是不是 我大里面表的大部分表象 和原来是一样的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不可能 我最后只修改一个4KB 就是我我我假设 我只修改一个 就是我后可的函数 是不夸页的 我只修改一个4KB 其实影响的范围是很小的 它执行一个PTE 大家想想 我们第一个捷克就学了 一个PMR4E 是影响多少的范围 是512 这个就是1GB 这个就是2兆币 这个就是4KB 因此我们其实 最多只需要修改一个就够了 我们其他的 都是复制原来的 PTE表里面的数据 只有我们要修改的这个索引 对应的这个索引 我们给它换一层 我们自己的PDT 当然和上面的步骤一样 我们自己的PDT 也是需要申请一个假的 4KB 当然这个4KB内层不是假的 我的意思是 伪造一个4KB物理内层 然后把它伪造成一个PDT表 再把它 再把这个我们新的PTPT 这个表象 这一面的物理地址 给指向我们伪造的 PTPT表里面 假如现在这个是我们伪造的 它就会指向我们伪造的地方了 原来啊 它是指向 真正的PTPT表的 对吧 原来它是指向真正的PDT的 就是所谓进程的构想的 那共享那个PDT 但是我们用4KB物理内层 伪造了一个 这样它就会指向我们假的PDT 当然呢 我们还是说 我们只后刻4KB的 因此我们其他大部分的 其他511个PDT的里面的PDE 其实都是相同的 假设我们还是这样 是不是 假设只有我们 假如它这个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只需要修改 因为它是指向PD表嘛 那我们是不是只需修 PDT里的PDE啊 它这个里面的 提取出来物理地址 是指向PT表的 对吧 我们之前学过 是不是 一个PD表 注意大家 它能包含多少内存 两兆币 对吧 因为它一个表象就是4KB 250 512个就是两兆币 因此啊 我们这个新的PD表 也是一个连续 也是一个伪造的4KB内存 它指向我们新的一个伪造的 假的PT 哎 麻烦 好 它指向我们新的角的PT表之后呢 那想一下 我们还是那句话 我们只 假设我们只后刻4KB 当然我们后刻其他的话 我们也要把其他的给 替换成角的 那是不是 我们只需要就是 只需要替换一个就够了 还是刚才一样的道理 大部分其他的PT表中的PTE啊 我们还是复制原来的 只有我们真正要后刻那个 线性地址的那个区域 我们才进化了我们新的 什么呢 4KB物理液 这就是啊 PTE后刻原理 自此啊 我们就完成了一个隔离 什么隔离呢 只隔离了这一个 4KB物理液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是只隔离了4KB物理液 千万不要修改其他地方 因为其他地方 他们的物理地址啊 其他所有进程的物理地址 还是相同的 我们只要修改其他的地方 那还是一样 全局影响 这个啊 就是PTE户口的原理 一定要记住一个坑啊 我们一定要从最高的 PMO4E里面开始修改 一定要不要直接从PTE 开始修改 那样你会影响全局的 好 这个啊 就是PTE户口的原理 啊 总的来说啊 PTE户口原理 是比较简单的 当然实现起来 有巨多巨多巨多的坑 啊 这也都是我 一步一步踩过来的 啊 我就给大家 下几课就直接给大家写吧 我准备就是 先写一个简易的PTE户口 然后直接把我之前 写过的一个成品再拿出来 给他讲解一下里面的坑 嗯 但是呢 不论怎么说 PTE户口 它本质上还是一个 ZeroD 也就是一个漏洞嘛 嗯 Windows想要查这个东西啊 还是比较简单的 因为它本质上还是 进行了 啊 这个 页表隔离嘛 他查这个东西 只需要变成进程就可以了 当然了 嗯 PTE户口 也不是万能的 它一方面是非常非常不稳定 我之前啊 在我的机器上 我现在我的机器是这个 呃 PG 然后也没有蓝屏啊 我后刻的是 一个比较高频名单的函数 但是呢 在我朋友的一个机器上 它是1909 它就会挂几分钟 就会出现蓝屏 具体问题 我也没太有解决啊 但是至少在我的机器上 是可以用的 好 这一刻原理就到这 我们下几刻直接开始写代码